11月15号,半个月了,周一早晨 今天晚5点24了,因为今天的计划距离短 今天计划距离只有14或者15 如果太早回去的话,吵架里人睡觉 两公里到国茂,现在在向西,旁边街,东短 今天的计划距离就是一个随意的15公里 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这昨天还没有,力量上单数了 第二公里433 前三个距离短期都是 第一个是21,第二个是22,然后是21 跑了三天,同时呢,前两天的下午有 两次,就每天一次的力量训练 就核心力量,瑜伽调上的那种 然后昨天下午是15公斤负重的 杠零的腿部力量训练,每一次都是半个小时 两到三组 都是常见动作吧 有人说这个评论人,我看说这个录像的这个落地的声音 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和别人给你拍,或者是 怎么说,其他人听感官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手举着这个摄像头 然后摄像头说麦克风在它的底下 等于从我的脚到这个摄像头的麦克风 都是固体 而且刚性还不低,因为有骨骼 它声音的传达能力就是比空气强的多的多的多 这没办法,我也想尽量控制 然后今天早上什么东西吃 就是一杯150毫升左右的黑咖啡 一般这样我就OK了 但是刚开始不吃饭 就空腹晨跑的时候还是很不习惯的 那时候还在新加坡工作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早上不吃东西 就能跑8公里 跑完回来就感觉饿得要死了 哼 嗯 行,那一会儿再聊 今天不出意外去跑鬼街 今天体感的可能还不错 一直在430左右停进 马上就是4公里 距离天安门还有2公里 好些老城就是有历史,很长历史的老城 不是说其他城市没历史 或者说有过王朝建都的老城 跑步以后你会发现城市很小 你看比方说在北京 嗯,进了二环从建国门一直到复兴门的这条长安级 也不过就是几公里 5公里多一点好像是 你就觉得去哪儿,你看现在前面已经到东丹了 东丹 这方以前因为,以前这个叫什么,这种,呃 全功能化的城市的建设是要考虑交通的 就是要考虑交通成本的 那以前的时候没有汽车的时候交通不方便的 所以很多地方离也都很近 你现在一跑步发现,原来他俩直接这么近 会很奇妙 到了北新桥了 前面就是轨街的这个北新桥侧这些口 右轨就是轨街 上一个公里417,9公里了 可能有些岛啊,鬼街了 大家看这个鬼字 今天是周一清晨 所以鬼街还是不那么的火爆 原来大概98年99年的时候 我上中学在这儿住 在东正门内 就是东兴楼烤压店呢 左边唯一能看见亮灯的就是那个湖大 北京的小伙伴应该都听过 天天排大队 我一次都没去过 就这个 今天晚了20分钟 如果再早20分钟的话 这门口好多刚出来的人 还有代驾 但是现在冬天了 已经完全跟夏天不一样 好像夏天 路边好多餐厅都是一开一宿的 而且确实有人吃 12公里 上一个公里 416 到了这个农展馆 就是三里托这边的石果区 就是这个民姓是很有名 但是现在晚了大概20天吧 已经看不到了 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北京是这样 北京的石果区基本都是以银杏树为主 这两边都是银杏树 这极少的不是 像左边叶子秃了的 就都是 11月初的时候 这地银早上起来 这个时间还没有早的时候 因为北京到秋天风就开始起来了 这一层的已经也特别漂亮 这左边就是这个欧盟的 是叫使馆吗 不知道 因为欧盟不是个国家吗 就这一段再往前 银杏树就少了 6点22分 训练结束了 跑了15公里 来看一下 15公里平均425 刚才最后的两公里 穿插了极数 一两百米的 也不能说冲刺吧 就是快一点的速度 年六点多 周一的早上三环 中三环 车已经多了 行 那今天训练圆满结束 这四个 这四天的这个周期 21 20 2.5 21和15 然后基本上都在比较 适中的配速吧 然后没有做大强度的宣传课 也就是没有那种 比较大的借贴或者怎么样 回家吃饭 回头 因为家里平常早上写 不懂收拾 回头哪天 给大家分享一下 跑前跑后 那我们回头再见